妳認識的六個熟人裡面 怎麼樣拉關係 就會拉到一個認識 所以妳有牽連的 是不是 對 真的 但是我也有一個 很奇妙的緣分的故事 大概在三四年前 我晚上做了一個夢 然後我就夢到 但是我那時候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個女生 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可是她又不是我的朋友 然後我想說 我怎麼會跟一個陌生人 一起出國去玩 就覺得很奇怪 一個陌生人在妳夢裡面出現 對 然後我們還一起出國 我去泰國玩 結果後來呢 我有一次就剛好 工作外景去泰國 我就回來就看照片 整理照片的時候 突然好像被雷擊中 對 因為我看到照片裡面 穿一個粉紅色衣服的女生 我跟她一起出外景 她就是出現在妳夢過 對 我夢過 超可怕的 超級巧 一模一樣 好像玉姿夢 有這種耶 真的 這有玉姿夢 對 似曾相識 真的 有沒有 你有這種類似的經驗 我有聽過人家說就是 有一些人會有這種 我夢到誰 然後我過幾天就遇到她 好像有 我真的有點起雞皮疙瘩 既你們這樣子堆疊到這裡 我就故事到這裡 真的發展得太玄了 妳看看 大文 妳笑得比玲莎還假 不是 妳是刻意 不是 妳是為了這個 對 妳是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變一個通告 妳有什麼關聯 妳看玲莎豪軟 玲莎也是這樣 然後就很這樣 重點 重點是 我真的遇到她了 妳生氣 妳說那個美女秀是玲莎 對 有意思喔 玉姿夢 有點意思喔 厲害 就是泰國 我們來生氣一下好不好 來 逗逗妳 因為我是真的平常 很少跟人家起衝突 很少生氣的 可是我前幾年前 我跟一個閨蜜大吵一架 那我們吵架的原因 就其實是朋友之間 因為女生就很喜歡 亂傳話 會講人家那種壞話 什麼傳來傳去 八卦的不得了 對 Gossip 對 然後就吵起來了 然後就開始約 我們就面對面對直 就說妳是不是有講我怎樣 妳是不是有說我男友很髒 妳是不是有說我很醜 是不是說我沒錢 怎麼這麼直白的 直接這樣子對嗆 然後嗆到很難看 那時候我們已經吵到最後 已經到一個臨界點 我就說 就這樣對著他嘛 然後 因為就說了這句話之後呢 我就要實踐嘛 我就不可以說到沒做到 不然就沒面子 對 以後有她的任何的場合 然後 因為妳話都放出去了 然後妳下之後還又見她 妳這樣日子打臉 對 我就沒臉皮 所以我就一定要做到 所以有她任何的地方 可能會出現的 譬如說她會去逛的衣服店 她會去哪邊吃飯 我都大概知道 我都不去 然後或是有朋友的聚會 我覺得可能她會來 我就也都避開 全部都避開 我就這樣很順利的避開了 大概兩三年的時間 都很安全 然後我就是在前一陣子 我去日本工作 是最近的事 然後我去日本工作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拍攝 我們團隊拍攝 拍到晚上大概八九點的時候 就肚子很餓 然後我們就想說 去找一間餐廳吃飯 就看到一個拉麵店還開著 然後我們就進去 一進去一開門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很熟悉的背影 那個頭髮的長度就是 很像那個女生的頭髮長度 我就覺得不太對 說等一下... 我們先不要進去 我就看她跟朋友聊天 我就想要看她側臉 然後這樣轉過去的時候 側面我就知道 就是她 我覺得就是她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怎麼辦 那時候趕快跟我助理講說 我說 你趕快打開手機 你趕快看一下她的社群網站 有沒有打卡在日本 我助理就看她的那種花花 果然有一個拉麵的照片 有一個拉卡在我們店 我說走... 我們趕快走 我們就後來就趕快 再去找別的餐廳 然後結果第二天 我們就是拍攝到一半 然後有一個中間休息時間 我們就去逛節 大家就自由活動 然後我就去逛一個文具店 覺得文具店好可愛 就跳...很多 然後就買了很多 要去結帳 結帳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都是講中文嘛 然後我就發現 前面結帳的那個女生 就回頭看我們 天啊 就... 就是她 我就跟她 快一點 好可怕 這時候對到眼了 好可怕 阿喜 你竟然不要做無尊的效果 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麻煩妳配合一下 我忍耐 就跟她交往了嗎 交我們頭的交往 對 好容易一直抽 她就跟我對看 然後我也跟她對看 我們就要互相尷尬 那個氣氛連寧靜到不行 然後她也沒有跟我打招呼 我也沒有打招呼 她就這樣轉過頭去 我們就裝作沒事 然後心裡就覺得 天啊 真的是莫非定律 我為什麼就是這麼巧 又遇到她這樣 然後後來就 沒事就晚上回家 回飯店的路上 我看到我對面飯店 她的男友在樓下抽菸 所以我就知道 她一定是住在我 對面的飯店 然後我那幾天出門 我就覺得我像小偷一樣 我每天出去我都很怕 經過他們飯店 然後她剛好也下來 那麼小 我也覺得太誇張了 那她還滿專精的 男朋友都沒換耶 還是同一個 會不會認識的 還認得出來 冤家疑解不疑解 妳覺得現在回想起來 這個事情值得這樣子嗎 我覺得 其實好像不太值得 可是因為當時的話 已經說出去 然後已經鬧得那麼難看 我就覺得好難回到過去 覆水難收了是吧 對 也許她在那一趟日本行 他們一起碰到某種天災 然後都一起跑到旅館樓下 然後大家都是在一個 避難的心情裡面 在聊起來的時候 那有可能就沒事 妳也在這裡 原來 妳怎麼會有這種結論 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 她是說冤家已經 還是不要遇到 剛剛是誰說冤家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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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老是你 為什麼老是你 How old are you 為什麼老是你 妳懂 妳懂 對 好老是哪 對啊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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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像豆豆分享的 她遇到那個仇人 她就會盡量避開 不要去她的 她去的那些地方 可是我都會忘記 所以我都會去 所以我後來也會 因為這樣跟仇人打招呼 當然我想說 她為什麼都不理我 我忘記跟她有仇 忘記跟她有仇 我都會這樣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她洗這不是緣分的問題 妳這是腦子的問題 妳不要聊錯主題啦 好啦 可能就是 對 那我後來就想說 有一些事情 可能在命運當中 都會幫我安排好 因為我真的太笨了 所以在我的工作上 就常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譬如說 然後我就要選擇 一種目非定義 就要做抉擇 對 要不要放棄那個工作 對 然後我之前的做法都是 好 那當然有工作 還是以工作為主 我就會先把那個機票退掉 然後前一陣子 我就去那個澳洲兩週 就是因為我剛開始 原本也是先訂了一個機票 然後就有一個工作 就說很確定就是妳這樣子 我就想說 而且還是要就是離島的工作 然後我也就有心理準備 但是這次 結果 那個工作就也丟了 他在開拍前的兩天說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因為另外的安排 所以那個角色 他說還好妳沒有退機票 對 可是因為我忘記了 但如果我退掉的話 會不會那個角色就是 我的呢 我剛才沒這樣想 對 我剛才沒這樣想 對啊 我覺得 我就是命中助力 讓妳去玩一趟 對啊 對 我剛好忘記退掉 就好好地去放輕鬆一下 對 一般都會先退掉 所以後來我還跟大文 討論過 是不是只要差不多 比較淡的時候 就去訂機票 對 就可以安排了 因為我剛好 這個禮拜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就是下個禮拜 要去花蓮玩 結果我的經紀人就跟我講說 第一天妳就要工作了這樣子 就立馬要讓 立馬要讓